这套系统它就可以做很多项的评估 那我们通常第一次来的民众 我们是在楼下做过纸本的评估完之后 民众长期在这个地方运动 然后运动一段时间 他想要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改善 那才会用这套系统 是不需要其他人来协助的 专业卫教指导透过iCare动健康评估系统 让长辈们也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 针对个人血压心跳速率调整 接受影法族群达到精准运动 我做了这个还有走路 所以我大概可能很适合走路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像有点挑战 这个好运转 我们也期盼说这套器材 并不会说只固定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有可能性的话 是不是让他能够到各个地方 各个里去做巡回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长辈 能够量测我们自己的身体一个状态 也能够运用我们的一个这样子一个 运动处方的一个器材 能够恢复健康找回活力 根据器材数据基础 引导正确的动健康思维 不仅安全也更有效率 预计未来可将这套系统行动化 不止长者需求 更针对社会经济支柱的 中壮年族群进一步推广 大家都知道65岁以上长者 是我们应该去重视要照顾 就是说那个优先队就是最前面 但是我想就是说很多我们 现在在职场上的中间分子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照顾 应该也是很棒 而且非常重要的 因为往往都是家里一个经济支柱 那一本就是说 是否有其他弹性的一个做法 甚至部分负担 来去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那应该是更好的一件事 全台仅有10套的体能评估系统 新北市树林区就有一套 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 开放市民朋友前往体验 透过运动处方先了解身体机能 做最适合自己的运动 另外10新北市综合报导